欢迎收看云龙子栏外油画冰城版 我是这次画展在冰城的策展人Gibson 今天栏外有画来到一家独具特色的娘惹餐厅 其实巴巴娘惹对马兴两地的人来说 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反倒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特色 巴巴娘惹其实就是中国移民 与东南亚原著名的后裔 因为马兴两地的马来人居多 所以我们的娘惹文化有不少的马来特色 在饮食方面 冰城的娘惹以马六甲 甚至是新加坡的娘惹菜味道 更偏向于酸辣 这主要是因为在区域上 我们受到泰国饮食文化的影响 至于今天我所在的Richard Rivari餐厅 除了有地道的娘惹菜 Richard Rivari也是层中富民的高定时装设计师 而港星冯宝宝就是指定他设计服装 高定时装设计师 变身娘惹菜主厨 在角色转换上有些视觉冲净 但是对Richard Rivari而言 这两项技能就是新手念来这么简单 而郎外有货的主人公云龙子大师 也是在风水大师级货家 甚至是书法家的角色中 如鱼夺水的切换中 如果你刚收看云龙子郎外有货 也许你会好奇谁是云大师 这位就是云大师 他是家族第六代风水传人 他是于2006年在新加坡开创了云龙子旺财馆 而云龙子旺财馆也是这次画展的总策划 云大师自幼习画 也画讲无数 中国中央电视曾于2019年拉队到新加坡 特地为云大师拍摄长篇纪录片 以介绍云大师对风水及风水艺术的贡献 同时借至目前为止 云大师也是唯一一位在中国长城主办画展的画家 可以说是史无全力 同时借至目前为止 云大师也在世界各地主办了14场画展 云大师的风水艺术为何备受注目 因为云大师的风水艺术既隐藏有玄学智慧 也有艺术表层的观赏价值 因此云大师的风水艺术是内外兼具 越用心去观赏就越能发现其中的奥妙 我身旁这幅风水书法是编号FSC102贺寿 售价是新币33868元 我们从这幅书法中可以看见云大师以创新的方式呈现书法 就算你看不懂云大师书写的文字 但从世界上你也能体会到文字会舞间的能量 就像喝 就是喝在飞舞中 整幅书法充满了活力 如果你觉得这样已经很古特 在用荧光照看下 你会发现其隐藏的衔机 暗闻是云大师在作祸时就构思好的基础 比起明面上看见的龙飞凤舞热闹 暗闻更像是我们隐藏的实力 就像这书法中隐藏的龙灵文 寓意着激发家人潜力 特别适合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家庭 因此仔细解读这副喝寿 明面上是鲜喝热闹闹的喝寿中 一片喜去洋洋 但内里又有一份长辈对后代的祝福 既对长辈的付出感恩 又对后辈的未来祝福 逐这年长 娘耳菜也有隐藏的实力 因保留了中餐对食材的讲究 也融入了南洋香料丰富的城市味道 这算是我们饮食文化最早的Fusion 即文化融合 了解娘耳菜的人都知道 这是非常被公道的菜色 因要让香料更好的融入食材 很多香料甚至是食材 都要费力切细 而且通认过程非常讲究 我就不在这里多说 还是让Richard Rivalli 来给我们细缩娘耳菜的奥妙 嗨 Richard 哇 你煮了这么多东西啊 今天是特别煮 多东西给你吃 娘耳 就是娘耳家庭都吃这么多菜吗 对 我们家庭吃饭很多菜的 这样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可以 这个是我们的不若鱼干 特鲁干就是鱼的肚子 鱼的肚子 很好吃的 真的是鱼肚子 对 跟那个龙咖都菜 还有这个是臭豆 不是全部人喜欢吃 但是我们那样的人很喜欢吃 因为它其实还蛮健康的 对 健康的菜 然后今天我还有煮 这个我们家 是Masatite Masatite 就是虾 虾肉 但是为什么它是叫Masatite Liquid 因为它煮得比较浓稠 对 就是没有什么酱汁 对 我已经在吞口水了 越看越饿 那鱼肚子 阿扎菜 这个是我们的 Nonia 就是家常菜 阿扎鱼 OK 那个巴黄茶 Nonia Curry 就是沙格草 然后这个是加利鸡 对 对吗 这样 两人家庭吃饭 都一定要有这么丰盛吗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多菜 就是一定要有鱼啊 有肉啊 对啊 对啊 每一顿都是这样吗 对啊 有钱人就是这样吃饭 就是令人羡慕 哈哈哈 那 希望你喜欢 今天我吃的菜 我拿两个钟头多 准备 两个钟头啊 哎呀真是辛苦你了 今天 对 Richard啊 在槟城的两个菜系里面 有一道菜就是槟城人 叫 阿扎菜 阿扎菜 为什么这样特别呢 阿扎菜 就是 你可以用附近话跟我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阿扎菜呢 阿扎菜呢 一时跟他炸菜 一会去煮 OK 然后一会在门上 要帮他煮 就是 黄瓜要 就是拿去腌 腌 对 然后再把水炸出来 对 要炸 就炸口 然后腌肉的时候 就炸了 所以 鱼头里 要炸 炸的银银银 然后炸 然後炸 一会有 炸 然后炸 放 放好的 放糖 就是放醋 放糖 然后还有辣椒 那个辣椒炒好了 哦 跟那个 花生 花生 炸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 沙拉 它真的是一个沙拉 超越就是我们东亚的沙拉 你可以试一下吃饭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 就是酸酸的 然后有花生的香味 对 冰城有几个菜式 是来到冰城一定要吃的 两个菜是这个 鱼鱼草 这个阿扎 阿扎 这是鲁肉 然后很多人喜欢这个鱼鱼 鱼鱼 还有鱼 这个阿扎也是我们娘肉的很喜欢 为什么两个都叫阿扎 因为这个用法不一样 一样鱼鱼 我们不接得来 这家 señora 做生至英雄 和鱼鱼ior 做生热 演出 演出 所以它是用漂亮 黄姜粉 然后去熬煮 对 但是那个鱼是有炸过了才放 这鱼也有炸过了 你要放两三天才好吃 哦,所以它叫阿扎啦,有味道要放两分钟 那吃的时候它的味道有点水滴水滴啊,酸甜 酸甜,酸甜 哦,好,谢谢 前面我介绍了云大师的风水书法 现在我们来看看云大师的风水画 我身旁这一副是编号ABN 070 黄鹤永胜028 售价是新币68,868元 很多人觉得云大师的风水画是传统的中国画 因为在这画中确实能够找到中国画的元素 比如这个珠沙印章以及松烟墨 都很有中国水墨画的神韵 但这些云胎的色者其实并不是水墨的功劳 而是香冰 对,你没有听错 云大师确实是用香冰破彩 而且是罗兰百叶的香冰 云大师巧妙地通过香冰的气泡 就是香冰气泡的不定性因素 使到每一次的创作都是独一无二的 无法重复一模一样的画作 在做破过程中 云大师在拨出斑蓝色彩后 在寻找合适的部分创作 就仿如命运 虽然无法掌控 但我们总能够见机行事 总能破险为宜 此外,这也是罗兰百叶创办200年来 未曾跟任何货交合作过 云大师是第一人 而我手中这一瓶LACOWE 就是他们的看家产品 在酒庄创立之初就已经生产 因为这瓶香冰的口感 比较奏向于清新舒爽 完美体现欢夜的心情 好比现在我就要找Richard Rivoli喝上两杯 心情好了 就可以向他偷试高定服装设计的秘方 你为什么会想到说要从事这种高定服装设计 因为从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很喜欢 我好画在柄底部的东西给小艾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设计的 couture dress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题材 controsky 全部样的 就是细节的东西 这样复杂的设计通常需要很长时间 对吗? 需要长时间一点 但是全部的结束都是我自己 一个人喜欢慢慢地定 所以都是手工工事的 对,全部是手工做的 好像你这件衣服这样多细节 应该会用很多时间吧? 会啊,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就只做一件 那应该全部是手工做的 哦,就是自己缝上去 自己缝上去 通常我的结束是我自己做的 就是你自己缝啊 我很少给我工人缝 但我印象中 你的设计主要是以黑色为主 因为你喜欢黑色 而且你今天也穿了一身黑色 我比较喜欢黑色 因为黑色看了比较 对我来看 别人穿黑色很性感 也是很性格 就是很高贵 而且看了可以比较瘦是吧 看了比较瘦是吧 所以这件也是有一点黑色 是啊,在下面有黑色 但好像这样活绿的衣服 应该是一般场合 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穿 所以你的客户应该都是艺人 对 就是VIP 对 这样你有做过什么艺人 有啊 我好像并城的 人家订单身关系 这个全部我也做过 男的室我也是有做 还有是香港的明星风宝宝 这个我有听说 就是你是他的指定的 导定服装设计师 对 每一期他出场的时候 我设计给他 在香港中国 哦,香港中国 都是你做 对 这样 其实很多人都会很好奇 因为你是一个服装设计师 但为什么会突然间想到 要去开娘惹餐厅 然后还是自己下厨的那一种 因为我喜欢吃 还有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进去厨房啊 帮忙我的婆婆啊 他们呢 来厨房 那我觉得 小的时候这样进去厨房也是好的 因为写到很多东西 那我长大的时候 我顾了老爸 那我每天煮饭给老爸吃 那两个人吃 吃不完太多菜 那我有很多顾客 我就叫我顾客 带他老公来 跟我一起吃饭 每天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朋友来我家吃饭 就是这样他们老公 就喜欢我煮的菜 他们就叫我煮给他们 Brabbit kitchen 那我就try 一位 两位向他们去做 我觉得做吃的比较好 我做话比较爽 就是可以见多朋友啦 对对对 我见到我朋友 好像30年的朋友 全部每个月都来找我 带顾客来 带家庭的人来吃饭 那我觉得很开心 做衣服有衣服的爽 做吃的开心也不一样 但是因为你做餐馆 可以看到很多人 可以见到很多朋友 对 还有很多东西我自己喜欢 下手自己做的 哦 是的 是的 再见 我们现在来聊聊风水货的收藏价值 第一 会买云大师风水货的人 都希望把玄学能量集 跟能量带给自己 所以一般挂上墙后 很少人会再拿下来 更别说是转卖 因为没有人会要转卖自己的好运 这也造成云大师的风水画 不会轻易的在市场上流通 售价自然也只涨不降 第二 就像我之前分析的 云大师把闲学智慧铺陈在画中 总能在你透露时带来人生曲发 而这些曲发或许能在人生中带来世然 又或许在解决困境的时候带来灵感 这也是很少人会转卖的原因 第三 云大师是上过中国长城主办画展的画家 除此之外 他也在不少国家的古迹或艺术馆主办过画展 甚至是由王室及博物馆收藏云大师的风水画 这都意显现了云大师的风水艺术价值 不过收藏除了是一种投资 更重要的是你的收藏品 能够带来欢业及输心 就像收藏古董 除了是投资 也是一种文化传承 以至于王室就在店内摆放了 不少具有凉热色彩的生活用品及古董 在你品味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娘惹文化的缤纷色彩 Richard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你会想到说 在你的店里面摆放这样多娘惹的这场用品 还有古董 因为呢 娘惹餐厅不算了 应该就是吃饭 很简单 因为你要有很多角色 就是个性 对 那给人家进来 那个年轻的 对啊 他们会想到我婆婆的嫁以前都是这样的 那我的 我的 我的婚姻穿的衣服 是 Nonia Baba的衣服 啊 对啊 帮助很多年轻的衣服 这是回忆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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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Nonia的人 来说 颜色的衣服 是很重要的 对 因为娘惹的衣服 本身是一个很多颜色的文化 对 好像我们秋花啦 很多颜色的东西 那好像 那个牌的衣服 也是很多颜色咯 对了 我也是有注意到你这里的盘盘弯弯啊 全部都有很多颜色 对 而且 为什么会有龙凤啊 都有看到很多龙凤的东西 那个凤是代表我们中国人 哦 包括Nonia Nonia 所以 这个部分就很凸显出这个中国文化的部分 对对 然后为什么你还会把 摆放一个针车在你的店里面 这个针车呢 是 跟着我的三十多年啦 我学衣服的时候 这些比较適用的 那 今天做 这个 娘惹餐厅 也是放在这里一个镜面 一个镜面 然后 那一双鞋可以拿来看一看吧 很特别的 这是娘惹 对 独有的鞋子吗 对 这个以前是 一粒一粒慢慢钉了 以前的人 就是一粒一粒这样钉上去 对对对 哦 是 娘惹自己的 一个设计还是 这个是 这个是娘惹以前去穿的鞋 全部都是这样的 哦 全部都是这样 要自己做的 哦 而且都很多颜色哦 对对对 都完全是 对对对对 所以我讲咯 娘惹是颜色 color combination 很 very important 还有你刚才有跟我提到说 你的店里面也有卖 那个娘惹的衣服对吗 有有有有 因为很多顾客他们进来 看到我的女工穿啊 哦 很多人也很喜欢啊 那我们也是有买那个娘惹的 衣服啦 就让人家有机会买啦 对对 因为也不是很多地方有的卖 是吧 对对对 好 谢谢你 谢谢 文化艺术的巧妙之处 在于看似点缀 其实却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切的调剂品 如果少了这些调剂品 就像生活突然变成了黑白花 故障而乏味 谢谢收看云龙子郎外有卧 我们下回见 The Art Beyond Museums series you will also be getting a complimentary set of five different specially selected couvées of Laurent Perrier Champagne The La Cuvée The Cuvée Rose Brute Mille Simi Demisek Harmony And The Cuvée Grand Siac So that you can enjoy the taste of elegance while basking in the prosperity of Master Yun's feng shui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ies Cheers to prosperity and elegance